接見很多外賓 很多人都用迷惑的眼神 怀疑的眼光 甚至同情的眼光 看我立法院打架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韓院長應該最清楚 自曝外賓投以同情目光 但該被同情眼神看待的 恐怕是人民 民族看起來低效率 會碰撞 會磨合 但是台灣的民族 他會有一種自我治療 請大家要對台灣的民族 有信心好不好 要大家對立院有信心 前一晚調燈夜戰後 韓國瑜還PO吃稀飯宵夜照片 寫著辛苦了 但事實上 最有權力維持議事的公道博 是韓國瑜 這是在外賓面前討拍拍嗎 韓院長應當蒙心自問 如果在他的主持 能夠更合於議事規則 能夠更符合議事中立 能夠更捍衛民主程序 程序正義的話 這些失序的狀況 都不會發生 對為反批 韓國瑜身為主席 卻才是不用表決器 走回頭路舉手表決 甚至拒絕清點人數 導致投票和出席數不符亂象 他昨天講的是說連續表決 不需要這樣一直在經點 你那個數字是兜不起來的 要看這個人坐得不住 坐不住啊 最有能力協調的院長 被認為護航藍白 倒是送往迎來 韓國瑜可能讓氣氛融洽 新人隔壁卓榮泰拜訪韓國瑜 期待打炸列優先法案獲得認同 卓內閣先遞橄欖枝 希望福國利民法案 福音嘲笑野大國會而順步難行 三聲高官沈徐全台北採訪報導